失敗的金票獎了 第一桶成功的金的50萬到現在 才短短大概十幾年 17年 大概一百倍 從50萬變成5000萬 成長了一百倍 5000萬應該是保守啦 因為台幣 台幣很強 五千房子耶 對啊 都是五千房子 不用五千萬 一千給他算一千萬 而且他有透露一點 他的小孩是在美國讀書 美國讀書是要花很多錢的 光五千萬你不可能啦 因為蔡總感同身受 我們買這種小孩也在美國讀書 我們有這樣的不可能啦 我覺得這個保守 蔡總說他的小孩 抱一次要一百萬 因為我兩個小孩子也在美國 其實他們現在讀大學 你知道美國協會 還有總總的開銷是蠻多的 所以一個一年 大概都要兩百萬的台幣 所以我常常跟他們講 因為他們就寒暑假 不是我會過去 我沒有這樣功課 因為我還要上班 所以他們是寒暑假回國 回國來 那寒暑假這樣兩次嘛 那一年就是跟他們擁抱兩次 我就跟他們打趣說 每一次的擁抱就價值台幣一百萬 加上他們的感受 你告訴我們 你要有一個副爸爸最重要 但是除非沒有副爸爸 不是那個爸爸不一定是副爸爸 那個爸爸是自己非常的辛苦 跟非常的苦 我為你先公課可以亮 爸爸是自己努力出來的 太總是笑死 笑死 笑死的兒子 不過公課的故事給我很大的啟發 是人生一定要先累積到第一桶金 你累積第一桶金之後 你才有可能透過這一桶金 不斷的累積你的財富 但是第一桶金像公課一樣 能夠那麼容易累積的 其實並不多 大部分人都是靠著辛苦的工作 甚至要打工兼拆才能夠 累積到第一桶金 我們緊接著要來分享的 這一位叫郭念欽 他的第一桶金就非常非常辛苦 對沒有錯我們來看一下 郭念欽今年30歲 他現在是明基國際財快人員 他建立是這個群性 會計事務所的記帳員 然後他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從年輕的時候 就已經學會了自己要記帳 但是他也是苦過來的 他那個國小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在打工了 對他17歲總的記帳 為什麼要記帳呢 因為他控制他的費用 但是他是什麼個性呢 他其實14歲就開始打工 而且打工非常嚴重 那為什麼這麼嚴重呢 是他有講了一段 非常令人感動的一個 辛酸的歷史 因為他父親是開計程車 他媽媽是在一個包裝工廠 包裝工廠當女工 所以薪水非常微薄 有一天上去大賣場買東西 買完之後呢 到了這個櫃檯 我們知道很多家庭 父母親錢是分開的 所以是要結帳的地方 對然後要付錢的時候 所以他才要結帳 因為付錢那一瞬間的時候呢 他父母親吵起來 為什麼吵起來呢 因為誰付這筆錢 就是買東西 一家人 快快去買東西 到了櫃檯付錢的時候 爸爸媽媽吵起來 應該要比說 這個錢是誰付的 然後 很簡單 他就拿兩個籃子 對不對 來 光湖道是你的 衛生紙是我的 對不對 這件衣服是你的 那個化露水是我的 就分一分之後 那回家裡頭 就是買單啊 對 這也是避障很重要 事情要進 這是你的 這是我的 但是夫妻如果搞到這樣 真的平賤夫妻百分啊 對 真的很誇張 對 真的很誇張 你會呢 沒有你拿回去以後 那還是一個增值的期待 譬如說你這牙膏的話 你擠你的 我擠我的 那我用到你的的話 我要跟你要一塊 我連呼吸都這樣說 對 這樣子就很辛苦 對啊 我跟你講啦 他父母在收營師前 他也不負傷 他也不負傷 更慘 我跟你講 更尷尬 所以他說他小時候 經歷過那個尷尬的場面 對 就整個 整個到內場 想天都不負錢 對 就看他父母親在吵架 所以那時候他感受的深刻就是 父親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他就決定 在國二的時候出去打工 他的 他總共 他 他 而且打工實驗是多久 他是 下午 四點鐘下課 四點鐘下課完之後 打工到晚上九點 然後寫作業寫到十二點睡覺 那是他國二 到國三更厲害了 國三呢 他是兼了三個工作 他 他 第一個是包裝 包裝廠的工作 早上要去派報 他會去那個店 按鍵記籌 所以那時候國三呢 他是 工作時間呢 更久了 所以他是 十二點到家 然後呢 工作到第二天早上 他說這個日子 並沒有結束 因為他家裡還需要錢 到高中的時候 更誇張 最高能夠打四份工 那有人說 那你年輕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少女年代嘛 他們都喜歡去花錢 什麼之類的 對 有人問他說 那你這樣子日子 會不會過得很辛苦啊 他說一句話 這句話也是令人感受很深刻 他說 十天是替人賺錢的 不是拿來去玩樂的 所以那時候他打了四份工 然後他為了 但是他結得那個結論喔 賺錢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要省錢 所以他從十七歲開始 就開始記帳 所以他讓人有三件事情 令人覺得很訝異 第一件事情呢 我們剛才說 他一個晚上 從晚上的五點鐘打工到十二點 早上起來打工 最高一週可以打四份工 然後十七歲的時候 每個月 第二件事 他十七歲的時候 每個月可以存到兩萬塊錢 這很難得耶 你知道嗎 十七歲到十八歲 現在很多人出社會 搞不好還賺不到兩萬塊錢 現在南部很慘喔 我去南部才知道 現在南部那個 都是說那個派遣工 派遣工呢 那你知道打工的網站 還要就是我們說 很多那種求職網 還要抽一層的佣金 薪水兩萬多 抽完一層佣金 其他東西 連一萬七都沒有 因為你知道像 喜美他們都是用那個 就是所謂派遣工 所以他這個潛機 比南部很多 高中大學畢業還領得多 他其實實在不夠乖 他實際上工作怎麼做你知道 他早上去會計師事務所做記帳員 就是部記員 好 等到下班之後呢 他到牙醫診所做助理 這厲害了吧 那牙醫診所通常大概是 晚上九點十點關門嘛 他可能先鋒的時間幫忙處理客人 或者幫忙什麼寄健保卡 或者什麼那種 本來也不會找正職的 他幾乎把他所有的時間 才能利用率都填滿了 等到牙醫診所關門之後呢 他要到電子廠去上班 因為電子廠一般都是會有大業班 會有三班次或兩班次 所以他要到電子廠去做大業班 好像是三分工作 你說那哪有辦法做第四分工作 有 他在假日的時候 假日的時候他去泡沫紅茶店打工 但是做四分工作 他因為做了這四分工作 所以他每個月 他說他最高工的時候 一個月可以存兩到三萬塊 這兩到三萬塊他做什麼呢 他也很厲害 他一方面去買儲蓄錢 另外一方面去買資金 他很快的就進入了投資理財這個領域 因為很多人傻傻的 錢就會存下來放在銀行裡 但很年輕喔 那時候他其實才二十歲左右 他就已經懂得要投資理財了喔 對 而且我大概先講一下 他其實從十四歲賺錢的時候 他很辛苦是因為他沒有高學歷 所以你剛剛講包括去牙醫當小助理 那個都是兼差一下下 然後週末泡沫紅茶 那個頂多都是算實數打工 那個跟你去賣當勞 或者是你在那邊當公主 那是類似的 所以他的總收入是很低的 可是他這個小女生很了不起 他可以存得到錢喔 第一個他是不以小錢為小錢 他三千塊五千塊 通通都存喔 所以他真正的人生第一桶金 是存錢存來的 我們剛剛講功課喔 功課是有專業能力 所以他有專業能力 他在翻身的時候 他因為專業的一個工作 比較容易 所以他容易比較有 比較高的所得收入 比較高的業務的獎金 所以他比較容易積得到錢 這個小女生是幾乎所有的時候 都把他二分之一以上的收入 都存下來 然後存下來他才開始很早的時候 就有累積投資的經驗 所以他第一厲害是 他很會存錢 第一厲害應該是說 他很努力工作 第二厲害是 他賺了錢很努力存下來 他透過計帳 所以他每個月都知道 他支出多少收入多少 所以他說至少超過一半 他都存下來 第三厲害是 他非常非常年輕 就懂得投資理財 所以他說 他其實很年輕的時候 就知道每個月 比如說三千塊五千塊 去買定期電源的基金 他很早就會投資理財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他大概是在 十九到二十一歲 就是做很多份工作的那個時候 他就已經存到了一百二十萬了 對 那他那時候做了基金 有賺錢之後 他剛剛好呢 二十二歲去投雇公司做會計 你知道觀眾朋友 因為我們在這個行業 其實我們認識很多 投雇公司的工作人員 你只要在證券公司 投雇公司 每天一定名牌滿天飛 每天沒有名牌 就不算在上班上的工作了 所以他在投雇做會計的時候 他除了同時間三份工作之後 他就開始投資股票 然後他投資股票那一年 兩千零五年的時候 剛好台股呢 在波段的低點 五千八百點 然後五千八百點 走到兩千零七年那一波 是九千八百點 所以光是大盤 就漲了七成之多 現在那一波賺了不少錢 賺了可多了 他一百萬的本錢 走到大盤最高九千八百點的時候 他累計到四百萬的資產 那他四百萬的資產 基本上是有分攤的 就是說他大概三成放在股票的投資上面 那個是台股 然後另外有兩成 是他延續他十多歲的時候 就開始買基金 就有一些基金 然後另外呢 還有兩成左右是現金 可是股市最高峰的時候 據說他也有一些操作是比較有風險的 所以他金融海嘯那一波 是有壓回來的 金融海嘯大家記得 大盤是九千多點 跌到三千九百十五點 幾乎是跌到四千點 所以他台股的部位 就虧損了 就賠錢 台股的部位最多的時候 他本來是賺五十萬的 後來就賺回去了七十萬 所以他的資產 我們講資產的概念 他的資產的巔峰最高的時間點 是兩千零七年那時候四百萬 四百萬 四百萬 後來賺回去 就變成兩百八十萬 那最主要是股票的那個部位有賠錢 那基金的部分 可能本來有賺錢的 賺的幅度可能也稍微壓縮回來 所以他的資產 在兩千零八年底金融海峽的紀錄 還有兩百八十萬 兩百八十萬 他也是很拼 他繼續努力三份工作 然後他現在是提高了現金的比重 所以一變到了現在 他總資產都回到三百萬的水位 如果他這一波裡面的話 他的資產賠掉七十萬的話 只剩下兩百八十六萬 其實已經算是很厲害了 因為在這一波很多人本錢都賠掉了 但是你給他看 他在二十二歲到二十三歲的時候 他的存款是一百八十萬 到了這邊 因為他放了三層是來買股的 當時放了三層買股 五層是買基金 另外兩層是他的開銷 但是碰到2008年的時候 他把他的資產配置重新再配過了 對啊 那他是小女生很會做一個資產配置的動作 而且他已經很清楚的發現到股票的波動真的風險比較大 所以大部分一般的上班族 上班族你要累積資產 不外乎第一個你增加收入 第二個你把你的資產做一個好的配置 所以你看他always是做很多份工作